怎样赢得别人的尊重 在这里我把这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就用一个词来概括 担当 你比方说我的台湾朋友 每当我夸台湾的时候 有很多台湾人给我唱反调 他说台湾有很多问题 你不能这么夸台湾的 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也是一个风和日历 阳光灿烂 然后我就下午带着孩子出去转了一下 带着孩子去台湾部 途中发生了两件小事 先以这两件事咱们来做一个开头 首先在路上是碰到一对老人 然后他们是牵了一条小狗 非常可爱非常活泼 然后我孩子看了之后就特别的喜欢 就想去 意思是想摸一下 然后那位老人就特别的热心 然后把狗抱起来 意思是小朋友你过来摸一下 这两位老人他没有因为我们华人的面孔 没有害怕我们 我觉得挺开心 但是孩子没有摸那个狗 然后又有点害怕又跑开了 我跟那个老人说不好意思对不起 然后老人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小孩子是吧 都很宽容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在不远处 有另外一对相对来说年轻的夫妇 他们也是带着自己的儿女在玩 两个小孩子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他们都在草地上拿个棍子 在那个地再出来出去 出来说去 然后我的孩子这个时候呢 哎 也凑过去 拿小棍子跟他后面啊 屁股后面也是想跟他们一块聊天啊 我一块玩啊 追逐打闹吧 之类的 小孩子不就喜欢追追打打吗 然后我就发现这两位孩子的父母啊 然后就有意无意的就是把孩子给引开了 到别处去了 我就觉得这是有意的在回避我们 因为之前这一家四口 在一个草地上已经玩了很长时间啊 就是因为我跟孩子来了以后 哎 他就避开了 避开我的孩子了 我的孩子本来拿着一个比较细的棍子啊 在后面就是说想跟他们一块追逐打闹 结果眼看着他们就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我孩子在这 然后就头一低 就回来了 然后我又问他是不是他们不想跟你玩啊 我孩子说是 然后我又问孩子你是不是很难过呀 他说是 然后就抹了下眼泪 当时我心里特别酸呢 怎么去评价这件事呢 你说他们是歧视中国人吗 其实我不想说歧视 因为刚刚只碰到那一对老头老太太啊 他们就很热情 他们一点也没有疑问你是中国人 你怎么样可以跟你保持距离 还主动的把小狗抱起来 希望我的孩子去摸他 那么第二位碰到的那个比较年轻的夫妻啊 他们带着两个孩子 你说他们歧视中国人吗 人家嘴上也不说 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讨厌中国讨厌中国人 这是我今天想讲的主题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啊 这是一个全世界讨厌中国的排行榜 日本86% 瑞典85% 这个比例都比较高 这还是一个英文的网站统计机构 他做出了这么一个统计 看到这么一个数据啊 大家有什么感想 特别是海外的华人看到了这么一个数据 有什么感想 全世界有这么多人讨厌中国人 而且这种讨厌人家是不写在脸上的 像那些西方无名国家 他们知道怎么去保持礼貌 他们不会通过言语来说我讨厌你啊 说我歧视你 这些话他们不会去说 这些话一说可能就会惹上官司 人家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人家看你一个中国的面孔 心里就不舒服 或许有可能他的家人 就是染上了新冠肺炎 他心里能开心吗 他只能说 孩子过来过来过来 我们离中国人远一点 那你说他有错吗 他也没错呀 想想去年的时候 去那个自俩水公司啊 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 人家就是非常礼貌的 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堂塞聚军 聚军你的时候还说 Thank you Thank you 什么意思 你可以滚蛋了 我不想给你服务了 非常礼貌的把这个眼睛挤起来 挤住来笑容给你看 面目猙獰的笑给你看 然后说一声 Thank you 请你滚蛋 潜在词是请你滚蛋 非常成功的 今年的新冠肺炎 让全世界再一次的讨厌中国人 或者说是更加的讨厌中国人 作为一个华人我想说什么呀 呼吁所有的海外的华人同胞 要搞清楚这副的新冠肺炎 导致了全世界都讨厌中国人 这道理是谁的错 这不是你的错 这也不是我的错 这是谁的错 这归根界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错 如果当初第一时间能够向全世界发出预警 航班该中断的中断 然后该隔离的隔离 这个疫情有多严重 然后该通报的通报 然后美国要去武汉去调查 你该调查的调查 如果当初共产党要是这么做了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 全世界就不会有这么多国家讨厌中国人 这是老共做的你 这是共产党做的你 所有的海外华人都背锅 像这种事情 我今天我经历的不是一次两次了 就是说我的监控邻居 我们都是比较熟了 他知道我一直我都是居住在这里的 他知道这个病毒跟我没关系 就是那些熟悉的监控邻居 包括我去超市去买东西 我去烟店去买烟 那些都是老面孔了 我一去他就知道我是老客户 而且在今年上半年刚刚爆发的时候 那些经常去的商店 我还言语中 我还去表达过一定的歉意 我说对不起 这个病毒从中国传过来 其实这都是共产党的错 我们中国人也是受害者 然后就是一些熟悉的店 我是说了内附的语言 然后当那些商店的人 他听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客气 非常的热情 每次我去买东西 他还都想尝试着用汉语 给我说两句 你好 谢谢 再见 首先对于这个新冠肺炎 我还是觉得 作为一个东方面孔的是吧 容易被别人误解 那就有必要去澄清一下 哪怕说你说个道歉 不好意思 这是从中国传过来的 但是中国人也是受害者 归根这里 这都是共产党的错 我这么一说 马上就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但是我只有一张嘴 我不可能逢人就说 这是共产党的错 我们也是受害者 别人也不可能 也没有这么多时间精力 去替你去说这些 所以我只能够对一些 我的街坊邻居 几个熟悉的人去说 他们都理解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那些 居住在海外的华人们 首先要有一定的担当 其次要拎清楚黑白 这个病毒 它是从中国传出来的 它就是从中国传出来的 谁也改变不了事实 再怎么去狡辩 你说中国现在都是一些 境外输出 你说这个新冠病毒 是美国军运会带过来的 你还说这是自然间产生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海外的华人 你跟当地人交流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那么说 别人认为你没担当 如果跟别人讨论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你得承认 这是从中国传出来的 然后你得把自己跟老共 跟共产党你也撇开 你说这是政府的 不作为导致了病毒的扩散 而中国人也是受害者 我们也是受害者 你们也是受害者 那还能怎么样 说这个歧视不歧视的问题 很多人总是说 外国人歧视我们 今天我看了一个短片是什么 是一位华裔在爱尔兰 杜柏林 已经当上市长了 然后他回忆往昔的事情 还说别人歧视你 怎么怎么样 说他在爱尔兰 这几十年中 受到过几次歧视 其实这多大个事啊 有时候一个人不喜欢 另外一个人 他有可能就会拿你的肤色来说事 但是引起他讨厌的地方 并不一定因为你就是中国人 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言行举止 让他觉得 怎么这个东方人怎么这样啊 怎么这个中国人他怎么这样啊 一次两次他可以原谅 如果时间长了 十次八次 他总是看到这样 那么他就觉得 这个民族 这个族群 有问题 我得离他远点 那换个角度看 那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那么多国家 他们不歧视台湾人呢 他们不歧视日本人呢 长得都一模一样 中国人 日本人 台湾人 你看这个面向五官几乎是一模一样 虽然说从这个表情气质 有一些区别 但是人种那几乎就有一样 那为什么说那些美国家的人 不去歧视台湾人日本人呢 而且这一次很多国家 还真的想跟台湾去攀关系呢 攀交情呢 这是为什么呀 怎样赢得别人的尊重啊 在这里我把这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就用一个词来概括 担当 具体到一个人 你有没有担当 你比方说我的台湾朋友 每当我夸台湾的时候 有很多台湾人给我唱反调 他说台湾有很多问题啊 你不能这么夸台湾的 这是很多台湾人 他们会反省这个族群 有哪些问题 这是一个反省 有反省就有担当 日本人也是 日本人他对于这些礼节呀 对于这种政府贪污啊 在这方面他们是有洁癖的 他们可能就是不允许自己 就有哪些什么语言适当啊 行为适当啊 包括政府贪污腐败呀 他们是不可能容忍的 这也是一种反省 这也是一种自我的担当 那么华人就不一样 华人在担当这一块 做的是非常的差 对于新冠肺炎这一块 担当就非常的差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华人吧 咱们不说百分之百 也不说百分之九九 就说百分之七八十的华人吧 可能对他这个新冠肺炎这个事情上 就是对于外界的这种指责质 也就是极力的想去骗情关系 就是辩解 就是深话别人说 你这是中国病毒 就总是要辩解 辩解什么呀 这不是实验室的 这是自然界的 说中国在防疫这一块 封城做的很好 在美国了 巴西了 印度了 西班牙 意大利了 做的不好 那是因为政府不作为 甩锅 总是甩锅 没担当 你没担当 别人就不喜欢你 这个话题呢 怎么说呢 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很多海外华人呢 也不爱听 以后真有可能是排华 现在呢 现在印尼开始排华 那最后我总结一点啊 就是如果你想要 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保护好自己家人的安全 离老共远一点 离共产党远一点 离那些什么海外的这会 那会啊 远一点 指不定哪天把自己给卷进去啊 好吧 今天简单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希望支持本频道的发展 或者说对于我个人给予一定的支持 您可以选择对我进行被保的小额赞助 也可以通过加入会员实现 对本频道的支持 非常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